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桌州市的最大的超市 这个超市是会有钻石广场店 大家可以看这边的水果 蔬菜 还有肉类都非常的齐全 现在货源没问题 有保证 老百姓的就是日常的这种保证没问题 就是我们第一是从职工商直接进店 第二个是从高贝店市场直采 不管是蔬菜还是水果还是大肉 包括水我们都是从厂家直接进店 保证老百姓的日常开销 价格跟灾情以前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桌州市淮林市场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店铺基本上也都开门了 然后里边的各种食品 蔬菜 水果 肉类的供应还是比较齐全的 高贝店可以随便拉货 货源大概差不多 现在挺充足的 在湘域西谷小区附近 我们看到有一个超市 然后超市门口我们看到摆了很多的蔬菜水果 有桃 还有西红柿 还有豆角 还有鸡蛋等等的这些东西 方便大家购买 蔬菜水果都有保证 水的话都有保证 然后馒头咱们是免费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河北省桌州市湘域西谷小区 据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小区常住人口大约是四五千人 最需要的是生活用水 现在我们吃的水就靠买些桶装水或者是瓶装水来解决 这个就是滤化了一个洁水口 但是这个水不能使用 这个主要是冲下马桶 这个马桶这个水是不能使用的 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北桌州市的一个制水点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两台就是临时的制水车 制水车通过这个下面的管道 然后将地下的这个原水 然后进行加工过滤 然后再送到旁边这个运水车里 然后这个运水车将这个加工过滤的 这个可以饮用的水再送到这个居民社区 我们这边是有两辆水质化验车 有两辆这个是净化车 就是这个是净化石净水车 还有两辆净水车是在其他的地方 但是昨天的话我们是 我们这个我们这两辆车 昨天大概是共了有四五十吨吧 再加上我们另一个汽水点 大概就是一 都大概就是七八十吨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里面加了这个 那个氯消毒 所以说需要主费饮用 饮用水的标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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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